字幕由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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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很多同學都覺得數學科好悶 今天這條影片呢,就想和大家分享有趣的數字 今天要和大家講兩個好有趣的數字 第一個就是6174 這個數字有什麼特別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是一個普通的四位數字 其實任何一個四位數都會跟6174有些關係 我們試一下有一個例子跟大家說 大家要做很簡單的減8就可以得出6174 試一下在腦袋隨便想一個四位數字跟著一起做 我就想不如用2710試一下 要做一個方法很簡單 把我想出來的四位數字 裡面的四個數字用大致小排和細字大排 大致小排就是7210 細字大排就是0127 我把這兩個數字相減 得出的就是7083 好了 我要把這個動作重複做幾次 我今次就試一下7083做 我把7083一樣 排字咀 得出的就是8730 細字大排就是0378 把我雙減 我得出的就是8352 好了 再重複做 今次我把8352 就一樣再排 由大致小排 8532 又細字大排 2358 把雙減 雙減得出來的就是6174 其實呢 你還可以把6174 再做一次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6174 更特別 如果把他排 變成7 641 和1467 我們排完之後 把雙減 發現得出的都是6174 只會不斷重複 其實呢 除了1111 1222 這些重複數字的四位數之外 所有的四位數字 最多只需要減7次 都一定會得出6174 你們覺得 得不得意呢 這個就是 Caprica Constant 好了 第二個想和大家分享的數字呢 就是1089 1089 這個數字呢 都很特別的喔 它都稱之為 魔術師數字 因為很多魔術師呢 都會用這個數字來變魔術的 這個數字的特別的地方呢 就會是 它跟任何的三位數字 都是有關係的 好了 那不如試用一個例子再解釋一下吧 我隨便想一個三位數字先 假設我今次用329 我將329 這個數字呢 我不用排次序了 今次 我只需要把八位和個位 調轉 調轉之後得出的呢 應該是923 好了 然後呢 就把原本自己的數字 即是329 相減 我們相減得出的呢 就會是594 那只需要做兩步而已 第二步呢 差不多 也是 今次我由594出發了喔 將594一樣 八位和個位 調轉 所以變成495 就是調轉來寫這樣 還有它原本的數 594呢 做商家 商家得出的呢 就會是1089 其實1089這個數字呢 還有一些特別 property的喔 我們留意一下 1乘1089呢 就是1089 但是呢 9乘1089呢 又會等於 9801個 不過它們兩個呢 是剛剛調轉的 同樣啦 再看看2 如果2乘1089呢 就會是 2178 就剛好呢 就和8乘1089的答案呢 就調轉了8712 如此類對啦 原來呢 這個1089這個數字呢 還有這個 property 好多工術師呢 都會喜歡用這個數字呢 叫現場觀眾想一個三位數字 做完這個計算之後呢 就說我心裡給你猜到了啦 一定呢 答案就是1089啦 那好啦 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了兩個數字分的 1089 以及 6174 大家覺得這兩個數字 有趣呢 時間差不多啦 下次呢 再和大家分享多些有趣的數字 拜拜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